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我以前聽過 覺得幾有趣 是一個很晴朗的星期日 有一個老伯伯來到一間教堂的門口 招待員就對伯伯說 早晨,伯伯,歡迎你來到我們的教會 是,早晨,先生 先生,你可不可以帶我坐前面 坐前面那一行 當然可以,伯伯 不過我想提一提,這個牧師那裡 有時候很多人睜眼睡 坐後一點就沒那麼尷尬 哎呀,哦 先生,其實你知不知道我是哪一位 伯伯,我不認識你 我是這個牧師的爸爸來 我想聽聽他說什麼 哦,那好吧,我帶你坐前一點 伯伯,對了,我想問一下 那你知不知道我是哪一位 我不認識你,先生 哦,那就感謝主了 Hallelujah 謝謝